谈恋爱多久了 有半年了 才半年啊 对 今天谁要来啊 是我要求过来 你要求过来干嘛呀 这段时间我们老是出现各种问题 老是吵架 矛盾也不断 然后呢 我和他也谈过 但是他这人脾气比较倔 听不进去 想来节目 然后看一下情感专家给的建议 说说吧 怎么了 就好比我们在一起之后 过的第一次非常重要的节日 是我们的恋爱百天日 那天也正好是七夕 中国传统节日 关键是他什么也没有准备 我就觉得他特别对我不上心 我不是说没有准备 因为什么 因为就是七夕嘛 我们刚好一百天 真的是一百天 对 然后呢 他特别在意这个 然后是我也挺在意这个日子 一百天了嘛 我说纪念 然后是那天 就是都知道七夕节 就要回家陪女朋友干啥的 我们领导当成天就说了 今天工作完再走 要不然谁也不能走 你工作 那当然应该下班再走嘛 对 但是他着急你知道 他性子特别急 不是 因为平常他下午 他工作的时候 下午时间比较自由 那天他没告诉我 讲说他领导要求他加班 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 我说买树花吧 我们楼下刚好有个花店 我说就买了一树花 买了一树花 写了个贺卡 我说赶紧送过去 先有个花 然后是到晚上的时候 我们在一块吃个饭干啥 惊喜都在晚上嘛 送花的打他电话打不通 一直就打不通 早上九点一直打到 中午一点多 那我手机不是没电了吗 而且再说 哪有男朋友送女朋友花 快递过来的呀 而且还没个贺卡 我真走不开 就是因为怕他性子着急 抱怨干啥 我说先送个花过去 温温心 结果人家送不到 他就一直抱怨这事 到晚上吃饭那会儿 又是人家女朋友 男朋友怎么怎么地 女朋友收到什么什么 我说咱白天不是有事了吗 送了个花 晚上咱一块吃饭 结果那个饭也没吃好 不欢而散 闹了半天 一直说一直说 就这事 不是这样主持人 他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 三分四次五次还是这样 就像我过生日那会儿 还有生日 什么都没准备也是 又是说有事 公司上的事 然后到最后也是这样 我这人就是 比较粗心大意 你要说今天周急我知道 你要说今天几月几号 我真记不得 那天就是家里有个事 你女朋友生日是周急 我这真没记住 我知道几月几号 然后是就是 家里边有个急事 就说回来一趟吧 老家有急事 我说行 回去了第二天 我翻手机突然一翻 我说刚好今天过生日 然后我就赶紧 赶紧往那边赶 我赶过来那会儿 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他给订的饭 他给订的饭 然后我们在一块吃 吃的时候他也没说啥 吃完饭他说礼物呢 我一想我说 这大晚上的回来 啥还没准备 挺不好意思的 我就说 我说咱明天吧 我明天我给你备上 我一说他就不行了 他就毛了 他越来越火 哪有过生日送礼物 还得改天啊 肯定是当天送你 才有意义啊 过了不就行了 干嘛非要送礼物呢 那我真是回来晚了吗 那有事 那你提前几天咋不准备呢 我之前我 那咱俩过来 咱俩这是咱俩好意来 第一次我过生日 你生日那时候 我咋跟你过的 当时我们 他生的时候 我们俩还没确认 男女朋友关系 当时几个朋友 一块过的 因为玩得比较好 处得比较好 我就给他 自己制作一个DIY蛋糕 给他过生日 当时他也比较感动 强烈的对比下 我就觉得 我们那会儿 就是说在一起 确实是因为 这个生日蛋糕 因为那会儿 我们不是 不是特别要好 但是他特别地细心 我就看上他细心了 那个DIY 确实我感觉特别地细心 最主要的一件 是就是 特别特别让我生气 说最主要的 就是我妈住院那会儿 就今天九月份 然后当天 我跟他发微信说 当下午我去了医院 然后下午都在忙 那个住院手续 晚上的时候 我才得空 我跟他发微信说 我说我这 这会儿差不多快忙完了 你那边怎么样 你为啥一直都 不给我打个电话 因为中午的时候 他知道我妈住院这个事 他也知道 我几点回了家 但是他一直 没有给我打电话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他才跟我说 昨天晚上什么同事聚会 公司有事 然后又是喝醉了 又是睡着了 在我最无助 最崩溃的时候 他都没在我身边 当时那种情况 我心情特别糟糕 想了一夜没睡 想了很多 就觉得这段感情 那天家里打电话 那会儿咱俩是在一块儿的 然后家里打电话 说是阿姨那天受了点外伤 我怕他着急 就是因为我们认识 时间还短嘛 就没到见 双方家长的那份上 我就说 我说你先回去 我能够 我也没要求说你到医院 我说你最起码 连个关心的电话 你都不打 而且每次遇到事 你都是同事聚会 喝醉了 睡着了 每次都是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这事哥谁心里心里都不舒服 没有每次 我说你先回去 然后到就刚刚送走他 然后同事就打电话 说晚上就是老总 就是聚会嘛 说是要聚会 我说行 我就怕耽误事 微信里边我跟他留言 我说你有事 直接打电话 不要微信 我怕看不到 我说你给我打电话就行 然后就是聚会了 那天晚上喝酒 确实没喝多 但是我比较困 我睡得比较早 到11点50多 他给我发了微信 他说我医院那个事 安排完了 你给我打个电话吧 当时我确实没看到 我第二天早上看到了 我就给他打回电话 打了几个就不接 然后微信给我 就直接发过来说 咱们分手吧 当时给我气的呀 这真的这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半年 这都不是第二次